登登登登 是不是很驚人 現在已經是跟我的肩膀同寬囉 這件牛仔褲我真的要留下來做紀念 提醒自己 我有一段這樣子 胖胖的過去 是不是很激勵人心 嗨 嗨 走錯了 別走 你便當還沒給我啊 我有叫外賣沒錯 進來進來 小智真的變好瘦喔 從什麼都開始瘦的 我在半年之中瘦了41公斤 41公斤 沒什麼吧 我們也住在這邊很久很久了 這一切的這個裝潢啊 家具啊 跟整個擺設啊 都是我一手設計的 迪妮 是的 我家有非常多很可愛的毛孩子 很可愛 嗨 這是一張聖經桌 因為我是基督徒嘛 所以上面有經文 還有旁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 這都是我們自己設計 然後交給朋友做這樣 好囉 那不好意思啊 因為到了我的這個用餐時間 所以我要來打我的香蕉蛋白液 自己個人覺得喝了之後是我的水腫部分改善很多 所以我就養成了每天早上喝這個的習慣 有沒有大家覺得白髒購物台的感覺 那其實因為它有很多種口味啦 可是因為原味的蛋白質的量比較高 然後但是原味的味道我又有點害怕 所以我就會打香蕉 那千萬不要發揮你的創意 小時候打一些木瓜什麼的 因為打木瓜真的很像偶突 所以你在胖的時候會討厭自己嗎 當然不會啊 我愛無時無刻的自己啊 每個時刻的自己 都有不同的故事跟經理嘛 那我覺得胖的時候 當然我還是會喜歡買鞋啊 因為剩下鞋可以買啊 對啊 所以我的鞋櫃裡面有很多size的鞋 我從生小孩之前是38半 然後呢一路穿到41 後來現在又回到了39這樣 就是生小孩有大 腳有大然後胖也有大 所以遇到好穿的鞋子 我就會買兩個顏色 這兩雙就是那種 買了不會穿 但是就是收藏 這一雙啊 是我們員工旅遊的時候 我們公司員工旅遊 但沒有我們 就是只有經紀人們 然後他們說這是員工旅遊 沒有我們 他們拿著我們的錢 好不抱怨 反正他們就去巴黎 然後呢我就 他就傳來說說他們在哪一家店 我就看了之後呢 我就身心不滿 我就說不管 你幫我買這雙鞋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到現在還沒穿過 這一雙一定要好好來介紹一下 這就是全台只有13雙 嗯哼 很好的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所以非常的珍貴 然後卻被我對外裡賣 就非常的珍貴啦 真的很棒 然後像我的鞋真的非常的多 因為有一陣子 我的體重已經太重了 所以呢 主持節目或上通告的時候 我只能穿平底鞋 然後就有各式各樣的平底鞋 這一雙也是我在胖的時候買的 非常的大 因為它已經大到這樣子有沒有 對啊 所以說我現在各式各樣的鞋子都有 嗯哼 這就是我鞋櫃的部分 鞋櫃也是很精的 還有什麼一些最新秘的東西 要接到給我 啊 我覺得另外一個收藏可能就是 我的更衣室跟包包們 所以呢 帶你們進去看一下我的房間 也是我自己設計的喔 準備好了嗎 來看我的更衣室囉 登登登登 這就是平常我在這邊舒畫 這就是我自己設計的一個衣櫥 大部分都是放一些T恤啦 我運動的啊 還有我的運動內衣 你想看嗎 不想看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我的外套 牛仔外套 西裝外套 我覺得我去年買了 最離奇的一件衣服就是這一套 軟業家喔 這一套就是呢 我們去越南之前就想說 啊因為每一年都有主題嘛 然後前年是白趴 然後呢 去年就想說要扮什麼趴 丁美姐就說 既然去越南 不是就是穿越南的傳統服飾嗎 所以我們大家就到當地 去買了越南傳統服飾 那我覺得這套穿起來 其實是滿美的啦 但是就是好像不會再穿它 我覺得女生很重要的 這個整套的衣服打扮完之後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手勢 其中有一條是瓜哥 有一年他生日的時候 送我一條非常貴重的 是貴桑桑的一個牌子 那一年就送了我一條這個手臉 哦對有一頂帽子一定要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超酷的 你知道它這是什麼嗎 它是開啤酒的耶 是不是很酷 我就一直在想像這個畫面 所以我朋友說哇 好渴好渴喔 來一個啤酒啊 沒有開瓶器 此時時刻有開瓶器 對啊 然後我就說欸 我的帽子有開瓶器喔 但是一直沒有遇到這種機會 接下來就是 是不是很驚人 現在已經是跟我的肩膀同寬囉 我跟Emma兩個還可以塞在裡面耶 跟現在的這個牛仔褲比起來 真的是差蠻多的 是不是很激勵人心 在瘦身的過程當中啊 就是你一定要留一件 以前瘦的時候你最喜歡的衣服 這一件是我那時候 在瘦到最巔峰之前的時候 買了一件羽絨外套 事隔四五年有囉 依舊還是可以穿上它 其實大家都可以 留著一件這樣的衣服 然後激勵自己 一定可以瘦回來 一定可以再穿的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就想說要去越南過生日啊 然後行李箱全部都準備了短袖 忽然間我的朋友 就先去了越南一趟 他就說天啊 這裡快冷死了 大家一定要戴羽絨衣跟大衣 我就趕快去買了兩件大衣 然後白色的大衣 我就覺得好像現在收起來 接下來可以挑戰啦 所以它很好看啊 又很好配啊 羊毛大一點 然後這一件的 我覺得今年也是很流行格子 所以格子的大衣我也購入 這兩個都是從日本來的 那限時限量講購 老客戶請撥達語音 專線 那找一找都很像在購物台 接下來這一區 要好好慎重的介紹 以表示我的慎重 我要去換一套玩禮服 來介紹 沒有開玩笑 這一區呢 很慎重喔 大家一定想要看這一區對不對 就是包包區囉 準備好了嗎 我以前是個愛亂買包包的人 現在還是有一點 就是 就是 在去年的時候 暑假我們去迪士尼玩 最後我趁大家在還推車的 那短短的五分鐘 我就進去店裡用手刀的速度 看到了這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也背腰包 我一定要買個東西回去啊 我怎麼可能在迪士尼沒有買東西呢 因為今年很流行腰包啊對不對 很可愛啊 然後這一個呢 我就拿了之後 我就覺得 太可愛了 這上節目一定可以用得到 對不對 你看多可愛 好像還有喔 好那我們來講點成熟的包包 那我個人是非常的幸運 就是說在 認識包包的路程上面 有很多的貴人相住 我的第一個名牌包 當然就是我老公送給我的 那時候在節目上面 然後雖然它是二手的 我很喜歡它有一點 舊舊的感覺 我覺得拿起來 其實還是蠻有味道的 然後在母親節 我老公送的 58限量款 這種包包你打開一定 就是想要側背嘛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側背的時候 它大概卡在這兒 因為就是你知道 那時候很厚啊 然後就卡在這邊 那你知道有些店員 就說 哎 這個包包就是要背這樣 對不對 很靜你知道嗎 那時候拿到什麼東西 要打到幾點 請問到底誰背這樣 告訴我 去年的時候我們去澳門 香港澳門 然後呢 因為瓜哥他們就是 在看秀啊什麼的啊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們就很常去 Hermes每天去巡店 看看那邊的店員是否安好 然後呢 我進去看了這個包包 本來是大尺寸 結果後來發現太大了 我就每一天在 室被大的尺寸跟小尺寸 大的尺寸跟小尺寸 有一天回來的時候 瓜哥就問說 你們今天去哪 然後我的乾妹妹就說 我們去Hermes啊 他說我看了一個包包 然後我爸就說 花那麼多錢嗎 那包包浪費錢 可是我到最後一天 真的還是很想念他 買包包的一個原則 就是你想念他 超過三天就把他帶回家 所以我就後來最後一天 在大家在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我就手刀衝到這家店 然後呢就趕快結帳 因為他的這個盒子 好像比他再更小一點點 趁瓜哥在check out的時候 我就趕快手刀跟我的乾妹妹說 你趕快看好他 不要讓他看到我 把這個塞到心理箱 所以我就趕快手刀進去 然後塞進心理箱 拉起來瓜哥剛好出現 整個完美的ending 他到底買包包買成這樣幹嘛 今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我看到了他 其實我已經想買他很久了 大概有五天那麼久 沒有要不要這樣 大家想要買他很久 大概已經看他看了 大概兩三年這樣 就九公分 我覺得現在好像 瘦下來可以背比較小一點的包包了 Constant 他真的很難買到 這一個也是今年 我在我生日的時候 有一位匿名的長輩送了我這個包包 他說因為不太好意思曝光 這個是浪凡的包包 其實我沒有收過浪凡的包包 所以這是我第一咖 我也非常珍惜 這邊就是可以讓你放一些檳榔啊 跟煙啊 這邊可以放一些賴打啊 就是看你自己個人喜好 那我不會說這位長輩是誰 但是他也是一個時尚教主 這一咖是我媽媽送我的某一年 也是生日禮物 他說這一咖是以後傳家之寶 我就一直以為他是不是Burking 上網看才知道原來他已經停產 然後他叫做HAC 就是Hermes的旅行系列 然後發現很多外國明星都喜歡背他 有時候像飛董啊 那個什麼拳王的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拿這個包包 可是我之前覺得他好重喔 他沒辦法背 他就是只能拿 然後我曾經也想說 去裝個四個滾輪好了 就可以這樣都很像返箱袋嗎 對啊 都覺得他很重 然後我就一直放著就都沒用 我說媽媽就叮囑我說 這個包千萬不能賣 這以後停產了 可以拿去舒芙比拍賣場賣這樣 為什麼會瘦下來是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常生病 然後身體會有很莫名的疼痛 所以我有一次是因為受傷 然後回到家打個噴嚏 我就站不起來 那一次很嚴重 那一次非常非常的嚴重 就是嚴重到我女兒必須要攙扶我 然後爬不起來 就上廁所都有困難 那一天我記得我還打給瓜哥說 欸你可不可以來接我 我沒去看這個復健科醫師 他一來看到我說 你怎麼會這麼嚴重 因為有兩三個人一起這樣扶著 要不然我是站不直 也沒辦法走 所以我就去醫院躺了一個禮拜 然後什麼都不能做 也沒嚴重到要開刀 但是就一直在打止痛藥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我女兒就來醫院陪我 在旁邊寫功課 他有一天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覺得我好像 很對自己的健康很不負責 我還有女兒要照顧 怎麼會變成他這麼小的年紀 在醫院邊寫功課 然後邊照顧我這樣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開始 真的是因為健康處的問題 所以我才開始決定努力要受審